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我是莊順發 這幾天在台灣舉辦了一個珠寶首飾展覽會 沒想到昨天結束的時候 在撤場的時候 有價值兩億的這個珠寶就莫名其妙被偷走了 那現在警方已經鎖定了八名外籍人士 懷疑他們應該是有計畫性的來犯案 而另外在沙烏地阿拉伯最近是組成了這個反貪腐委員會 還抓了11位王子 那現在外界就解讀說這應該是國王沙爾曼要來剷除異己 要來幫這個王储穆罕默德來強化他的地位 另外在台灣最近大家都在風炸機 這個加盟店一直開一直開 而且聽說每個月他的商機有高達上億元 到底怎麼辦到呢 我們首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政治大學教授力傳田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財經媒體人盧彥利 大家好 歷史作家陳啟鵬 書房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國安 大家好 沙烏地阿拉伯最近成立了反貪腐委員會 那包括11名的王子還有許多的官員都被逮捕了 就連有這個中東股神的也被抓了 沙烏地阿拉伯電視台5號報導 由敵王储穆罕默德帶領的反貪腐委員會 已經開始動作 11王子 4官員 和很多前的官員都被逮捕了 被逮捕了 來人不手軟 只是讓人意外的是 被逮捕的王子之中 竟包括穆罕默德的大堂哥 就是全球著名億萬大富豪 阿瓦里德親王 他可是全球各大企業 像是福斯新聞時代華納花旗集團蘋果 甚至是推特的大股東 去年5月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 阿瓦里德展現不凡的政商關係 如今中堅落馬也震驚全球財經界 秦王持股佔95%的王國控股 但是在沙國股市6號開盤就狂跌9.9% 然而不少媒體分析認為 逮捕動作根本是沙國巴西 11歲的沙爾曼國王 借用打貪之名 新產出異己之時 主因就是為了徹底鞏固兒子 王儲莫罕默德的地位 但有趣的是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 儘管王親貴族通通被逮 他們並沒有被鎮鎮入獄 而是一律被請進了 位於沙國首府利亞德的 皇家利斯卡爾頓大飯店 這期逮捕王子的事件 外界就解讀說很有可能是宮廷內鬥 利教授 這個王儲已經換了好幾個 那這一次這個事件也真的是這樣嗎 這件事情的話 那個起因也是真的是這樣是沒錯 主要的話 現任這個國王這個左邊這一位先生呢 他已經八十一二歲的高齡了 他已經立了他的兒子 就是右下方的一個他的兒子才三十二歲 所以兩個人洶洶差了六十歲的年齡 他為王族 也就是說他不管是現任去世 或是現任逊位 下一任的國王一定是這位叫做穆罕默德 很多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 但是穆罕默德兵 兵就是兒子 撒爾曼 穆罕默德的兒子 誰的兒子 撒爾曼 就這樣講都比較清楚了 好 他才三十二歲 在做我們有生之年 假如他沒有意外的話 都是他當國王的時代 因為他才三十二 你們的話大概也都超過四十歲 所以他會掌權五十年以上 好 這個以後是未來看得到 這一次是十一月四號的時候 國王成立了一個反貪府委員會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知道成立之後呢 是全國的同胞都是很高興 你真的國家打貪腐 老百姓都很高興 對 憑良心講 沒錯 因為打的一定是 大老虎 打阿關貴人嘛 而且他這一次打了十一個王子 還打了四個現任的部長 還打了好多好多商人 其中就剛剛我們講的瓦利德 瓦利德他不過到過台灣 而且跟台灣的關係也是非常好 我們先生的一個現在的我們駐沙的代表 以及我們現在駐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部的參事呢 最近才去訪問過他 訪問他的話他還照相為證 他還要在台灣投資 好 那當然這個以下之後還能不能繼續了 不知道 就不知道了 我個人猜測了 對部長們不是皇室的人 應該會有所懲罰 我是猜測 假如是王子們應該不會鑼鐺入獄了 因為你只要把他們這個手 以前所作所為能夠讓他收斂一點 老百姓就很高興了 所以這一次的舉動 當然就是為了鞏固這個 穆罕默德賓薩爾曼 未來的這個執政之路更穩固 因為他現在目前他不但是國王的繼承人 而且他是國防部長 所以掌握了這個國家的內政外交國防 都他是一手包辦了 好 以下的話 幾個人的話是有意見的人 如這個古神瓦利德 他本來你要調查他有不法行為 大概很難 他主要的是在皇室的開會的時候 他說你為什麼要把這個上陣的國王 就是那個那一夫親王軟禁呢 你應該把他放掉 他也是國王 他是你的叔叔的小孩嘛 所以應該把他放掉 假如你不把他放掉 我的投資全部要移到歐洲 那當然這位觸怒了 這位讓沙爾曼就不開心了 沙爾曼不開心 他兒子也不開心了 所以就憑這件事情 不能說他鑲鐺入獄了 他以及就是被逮捕到六星級的觀光飯店 只是在 在飯店裡面 通通住在飯店裡面 六星級 那皇室御用的 好 本來有住人的辦法清掉 4月 21月4號 當天晚上就清掉 因為有好幾十個達官貴人要住在裡面 好 所有國內的小型飛機場也好 小型的個人的輪船的出海 海口也好 通通都是封鎖的 好 所以現在這些被逮捕的 這些達官貴人 包括王子 憲政或是過去的部長 海軍總司令等等 現在通通都在國內 不能出國 所以沙爾曼阿拉伯 現在最近是完全把這個 疆界都封鎖了 所以這些人 講的我們來講的話 就是差距也難非了 不過大家也不必替這些人 擔心就對了 擔心了 因為皇室的人 他也不會受 會得到太大的懲罰了 只是給他們鞏固權力中心 給他一個大家下馬位而已 那聽說有這個王子的直升機 墜機 那八個人死亡 這個是不是跟這個沙爾曼有做一些動作有關係呢 這個直升機墜機的事實 確有其事 那就是南部的省長 坐在那個直升機的飛機上 南部現在是跟夜門打仗 所以我的結論是那個直升機不管是掉下來是皇室自兵所做的手腳或是他自己掉下來的就是被夜門打下來的嘛 所以這永遠都是一個謎 永遠都不會公布掉下來的原因 因為假如是自己打下來的對國人無法交代 被那個夜門人打下來對國內人也無法交代 所以這永遠是一個謎 乾脆不要講了 最後一定是說飛機的機械故障之類的事 所以我們也不敢猜測他是用這種手段 而且那個阿斯野他南部的阿西爾省的省長坐在飛機上 並不是他這次要打擊貪腐的對象 OK 那其實在中東地區過去只要一些政局有點動盪的時候 這個國際油價就會開始攀升 那臺灣最近油價也不斷在漲 是不是也跟這起事件也有關係呢 我們也不能這麼直接了當的就是說 跟這個直接有關係 因為石油的漲價的話是牽涉到全球的 我們講直白一點了 就是石油的漲價與否 並不是沙烏地阿拉伯能做決定的 而是要經過這個石油那個叫OPEC所決定的 主要的話還是美國 美國要它漲它就會漲 美國要它跌價會跌 所以美國有很多方式 它的儲存的油假如是夠多了 石油就跌價了 儲存的油宣布說不太夠了 那石油就會漲價 同時它還有油页之類的開採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的油 只能說調節全世界的油價 怎麼講 因為它一天能賣一千兩百萬桶石油 一千兩百萬桶石油 就是美國每天所需要的用油量 國際的油页的話 假如是價格高了 它就多生產 價格低了 它就少生產 讓價格又回來 所謂一千兩百萬桶是什麼概念 就是每天能夠賣出一千兩百萬桶這個石油 那不是說你家的石油那個運場量大你就能夠 你的設施夠嗎 你能夠一天能打一千兩百萬桶石油嗎 全世界現在就沙烏地阿拉伯有這個辦法 像伊朗它也是大產油國 一天衝擊量只能打三百萬桶 三百萬桶能調節世界的油價有多少 大家可想而知 但沙烏地阿拉伯能做得到 它的石油供應量能調節世界的油價 在台中發跡的一家炸雞店 現在在全台灣引發了排隊的風潮 而且加盟店越開越多 最重要的是聽說每一個月 它的商機高達上億元 到底怎麼辦到的 對啊沒錯 因為事實上台灣人非常喜歡吃炸雞 大街小巷夜市好多炸雞店 不過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家炸雞店 真的今年特別的紅 怎麼說呢 事實上它在三年前 它的這個加盟店也不過三十家 可是到了今年已經是高達兩百四十家 所以它現在等於是 對 成長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根據統計 它每一家單店的營業額 平均是高達八十萬元 換句話說 一個月的營業額是一點六億台幣 一年的營業額是將近二十億台幣 這個數字其實 對 跟很多的上市上規公司比較起來 真的是不遑多 好啦 官培我們來講一下這個胖老爹 他是怎麼崛起到 那事實上呢 他的負責人叫做古人川先生 那古人川先生呢 他在九年多前呢 他是從公務員的工作退休了 退休之後呢 根據他自己的一個說法 退休之後就無聊 然後找不到生活的重心 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他老婆在討論 在聊天說 我們是不是來找一個事業來創業 結果兩個人討論了半天就發現說 吃特別是炸雞這個事業 蠻有意思的 可是問題來了 這對夫妻從來不吃炸雞 自己不吃炸雞 你要開炸雞店 對 聽起來很荒謬對不對 可是呢 這對夫妻呢 非常有毅力 非常有決心 他們就開始去研究 這個炸雞到底要怎麼炸才好吃 那配方要怎麼做才能夠呢 相得益彰 所以花了一陣時間呢 去做了研究之後呢 他們就決定自己開發這個醬料啊 還有呢 他們決定呢 要採取一個現炸的一個方式 因為他們認為呢 現炸才好吃嘛 更新鮮嘛 對 而且熱熱吃起來才不會有 結果沒有想到呢 叫來用現炸的一個方式 真的是一船十 十船百 大家都覺得真的是好吃不得了 那也因為是現炸的一個方式 平均每個客人至少要等 十五到二十分鐘 甚至當訂單一多起來的時候 甚至是要排到超過半個小時以上 要等這麼久 大家還是要吃 對 可是台灣人就是這樣 等不到 就越要等越表示 越要排隊的感覺越好吃 對 因為就表示真的太好吃了 我一定這輩子一定要排一次 一定要吃一次 結果沒有想到他的業績就大好 就紅了 紅了之後呢 就有其他的消費者就上門來 就問這個谷先生說 那你有沒有開放加盟啊 那谷先生他本來就是一個退休人員嘛 他覺得說可以試試看啦 但是他對加盟這件事情毫無概念 所以他就跟對方說 那這樣吧 你幫冷藍口的紅包 給我一次一次就好 包一個紅包就可以了 對 所以谷先生就把所有的這個 創業的一些技術啊 通通都交給了這個對方 那對方呢 只花了兩萬塊 那也學了很多技術 業績也大好 所以這件事就很快地傳出來了 大家就去找這個谷先生囉 對 因為只要兩萬塊 所以沒有想到這個加盟的人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後來呢 谷先生就只好跟他老婆 甚至他三個兒子就討論說 既然我們的加盟業者這麼多 那我們是不是建立起一套制度 那他們同時呢 也去了解一下其他加盟店的一個做法 包括飲料店啊 滷味店等等 後來他們發現其實呢 台灣的加盟制度裡頭 有一個非常讓人家詬病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說 其實加盟總部會希望 加盟業者你說要付一筆全力金 加盟金之外 最好你還是要跟總部買相關的一個原物料 食材啦 對 那這個原物料呢 其實呢 對加盟總部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收入 那所以谷先生就覺得說 他做這麼多研究之後呢 他認為我們在食材原物料的部分 不要賺人家太多錢啦 因為呢 你業者能夠活下來 那我把事業體做大 這不就是一個雙贏的一個局面嗎 所以後來呢 他們採取的一個做法是呢 哇 你所有的一個加盟金 全力金加起來50萬 不過這50萬裡頭 有30萬是用來買機器設備 哇 那也是很便宜 才等於是20萬付這個全力金而已 對 所以其實主持人講到重點 因為事實上你只要花20萬 你就可以創業了 那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之後 哇 好多年輕人 我們很多年輕人會覺得說 我現在上班一個月 不過22K 25K 我來開個炸雞店 我們剛剛提到 平均營業高達80萬 我利潤不要抓太多嘛 利潤抓個三成二 四萬 哇 扣掉我的原始成本等等 其實真的很划算 所以呢 就在這樣的一個口碑之下 真的加盟的來 這個根據胖好跌股 先生他自己的一個說法 他的加盟業者裡頭 有高達9成是年輕人 都年輕人 對 所以他就說 他希望他這個事業 能夠做更長久 免得呢 萬一這個事業 有任何的風吹草動的話 也會影響到這些年輕人 未來的一個事業的一個前途 好啦 不過現在就說 大家更擔心的是 你這個三年之內 從30家變成250家 對你暴增的一個情況 你的管理能不能夠銜接上 因為畢竟呢 現在他們走 總部走10個人 你要管240 250家的店面 品質能不能維持 對 品質能不能夠維持 那第二個加盟店這麼多 那你其他的一個營運 管銷的一個部分 是不是呢 能夠有比較好的一個銜接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這個谷先生接下來會做一些 更多的一個思考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胖老爺實在太紅了 那現在很多人要吃還是排隊 可是大家甘願的嘛 那網路上就很多這個 網民就在針對呢 這個現在台灣 比較紅的幾個品牌 對 做進一步的一個評比 那就有人說 以我自己來講好了 好 以我自己來說的話 肯德基的炸雞呢 我認為它其實是現炸 而且還蠻好吃 不是那麼的油 那拿破裏呢 其實呢 我覺得它的這個水準 是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那胖老爹坦白說 它就是這個價格 它算是比較親民 也是這三個品牌裡頭 價格算是比較實惠的 所以它吸引了很多大學生 或者是預算 比較有限的一個上班族 那其實這三大品牌 各有各的一個特色 不過只能說了 台灣人真的非常愛吃炸雞 好 現在在台灣 這個年輕人結婚 很喜歡選擇一些婚宴會館 或是大飯店來辦他們的婚宴 來宴請賓客 不過當然也有些人 還是喜歡傳統的 在路邊辦的 那這兩種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然有啊 因為事實上這兩天 就有一篇網路的文章 引起大家熱烈的討論 就是網友說 如果說真的要結婚的話 那現在的女生 能不能夠接受 傳統上比較 這個辦斗的一種方式 就沒有想到 哇 真的大部分的網友 還是一面倒的 比較支持 所謂的在大飯店 舉辦婚宴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 不管是辦斗也好 或者是在大飯店 舉辦各有優缺點 我們先說好了 因為事實上現在很多的 這個年輕的網友 會覺得說 我不要辦斗 我要去大飯店 主要的原因 就是大家對辦斗 還是有以前 以前的一些 比較刻板的一個印象 而且是比較不好的 一個刻板印象 為什麼會有不好的印象 有啊 有些人會覺得說 吃辦斗比較不衛生啊 苍蝇在那邊飛飛飛飛 啊 夏天呢 如果天氣很熱的話 又沒有冷氣可以 所以我妝化得 飄飄亮亮去 去喝喜酒 那女生的妝會溶掉啊 而且有些人會覺得 辦斗就是比較low 那個食材比較插碎 去吃辦斗好沒面子 不過這個是傳統的一個 刻板的一個印象 那事實上呢 已經有一位這個 非常有名的 宗寶塞 叫做阿建師 他立刻寫文章 反擊 反擊了 他說你們這些年輕的網友 真的是 不要再拿這些刻板印象來跟大家做一些論述 因為呢 因為呢 現在 版斗的文化跟以前已經徹徹底底 完完全全不一樣 不一樣了 哪裡不一樣 我們先說環境好了 好 如果你覺得天氣真的很熱的話 沒關係 現在有水冷扇嘛 現在好多 對啊 就可以幫大家解決問題 白滿就好了嘛 甚至呢 如果你真的覺得太熱 太熱的話 你可以去里民中心 版斗 甚至你還可以去體育館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太熱 天氣太熱 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解決 那食材的部分呢 阿建師又說 這根本就是不是問題 而且呢 版斗食材可以用更好 怎麼說呢 因為事實上 一萬塊 一桌一萬塊的版斗 你可以吃到 龍蝦 鮑魚 佛跳牆 如果是飯店 飯店我個人其實經驗蠻豐富 如果你是五星級飯店的話 最便宜一桌是一萬六起跳 而且呢 很多 因為飯店比較貴嘛 那花好月圓 就一道這個炸湯圓 它可以算是一道菜 那就阿建師來說 莫名其妙 花好月圓不就是負贈的嗎 怎麼可以算是一道菜呢 所以事實上兩邊的成本 不太一樣 當然啦 就是說版斗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可能會有去歌舞秀啊 或者是 對 大家可以 擲乾淨啊 那如果是在一大飯店 版斗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滿大的缺點 觀眾朋友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去飯店裡頭 吃 洗酒 通常大大的桌子 一定會有一束花 擺在中間 為什麼 因為呢 他覺得彼此之間都不是很熟嘛 那一束花擺在那邊呢 你吃起來就不會太尷尬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擋住看不到 沒錯 那你吃你的 我是我的 我們彼此之間不用有任何的交集 那這樣子呢 那這樣子呢 反而呢 會讓這個婚宴裡頭的這個氣氛 其實尷尬到不行 好啦 我們再來看喔 那其實就會有人在問說 那版斗感覺好像真的是有進化的一個形象 但我要怎麼知道這個主廚 這個中泡塞啊 他的功夫到底好不好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阿劍師 他就說 其實呢 這個版斗的菜色 還有這個中泡塞的功力好不好 你只要看一道菜 你就知道他的功力好不好 我們先講 鳳梨蝦球 是鳳梨蝦球嗎 當然不是啊 鳳梨蝦球 現在連夜市都買得到 那其實呢 這個廚藝不是很好的人 炸炸鳳梨蝦球也不是太難 那清遮食拌雨 有一點點難度喔 因為魚要夠新鮮 那同時你的醬汁要怎麼去調 那筍乾豐肉 這個我不會做啦 不過感覺上這個其實呢 食材是蠻豐富 蠻多元 有一點難度 根據阿劍師的說法 最厲害的 看得出主廚的功力就是登登登登 這道佛跳牆 我個人超愛吃 我每年過年 一定要點好幾家的佛跳牆 為什麼 佛跳牆 如果你夠厲害的話 你食材要非常非常的新鮮 這個鮑魚 干貝 然後這個魚肚等等 甚至台灣今年過年 有一家飯店 它推出來的佛跳牆 甚至還有東蟲夏場 一杯就是這樣 一旺兩萬塊台幣 所以根據阿劍師的說法 就是說佛跳牆 其實可以考驗主廚的功力 因為它其實火候材料等等 都要相得益彰 所以觀眾朋友 下次我們去吃 不管是飯店或者是去吃板島 大家嚐一下 你吃的那一道佛跳牆 吃起來會不會太油 讓你想吐噁心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就表示這個主廚的功力不太好了 珠寶首飾展覽會呢 沒想到在撤廠的時候 價值兩億元的這個珠寶 就被偷走了 詳細的內容 廣告之後馬上告訴您 珠寶展落幕廠商準備撤櫃 員工把貴重珠寶交到董事長手中 他先裝到袋子再收到包包內 不過仔細看整個過程 兩名外籍人士都在一旁緊低 還不斷徘徊查看 想不到接著他們進跟到地下室埋伏 成功盜取總價兩億元的西式珠寶得逞 前往社貿議館參展進金船重大竊案 6號晚間6點左右 當時被害人就像這樣車開到卸貨區 短暫把包包留在車內 跟員工一共6人站在車後方 但回過頭珠寶已經失竊 而這過程竟只有不到5分鐘時間 警方鎖定這群珠寶大盜 推測嫌犯共6男兩女 早有預謀用人海戰術兩名女子問路 分散兩名派駐遠景的注意力 讓頭火趁機下手 裸鑽在鏡頭前閃閃發亮這回被盜的 包括價值上億元的14克拉粉彩鑽 還有極為罕見的1克拉紅寶石 市價6000多萬 加上藍寶石胸針三顆翡翠戒指 總價值破2億元 遭切的珠寶商公司總經理李成倫 同時也是這次的策展人 有寶石獵人之稱 場地寶石米根收藏家舉辦課程 還曾出過書籍 在珠寶界頗有名氣 這次在展旗閉幕後 傳出失竊意外心急如焚 但奇怪的是 為何高達2億的珠寶 沒有請保全看顧 犯嫌偷取食開關門應該有聲音 為何被害人都沒察覺 警方除了鎖定嫌犯追回珠寶 也要針對疑點注意比清 為期4天的這個珠寶展結束之後 沒想到在策場的時候 短短幾秒鐘 這個2億元的珠寶不翼而非 到底怎麼辦到的 你知道這一次堪稱是台灣史上 大概是被竊珠寶 雖然價值非常高的一次 2億元 2億元你知道被帶走什麼東西嗎 來看 第一個1克拉的阿蓋爾紅鑽 看起來很漂亮 14克拉的粉紅鑽 你知道嗎 這一種有顏色的鑽石 價值都非常的高 而且都是那種 貴婦很愛用的又很大顆 再來藍寶石的胸針 除了這幾樣之外 它還有什麼你知道嗎 還有兩塊翡翠 對 基本上這些東西都是價值非常高 所以總價大概2億元 6顆寶石 總共有6顆寶石 好 那這事情怎麼發生了呢 其實就在這個珠寶展結束的當天 本來展出3天有沒有 結果就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好了 那這個大家要撤規 要收了嘛 要收了 結果這個珠寶張策展人 叫做李承倫 這個李承倫 其實當時你可以看到 這個圖很清楚 李承倫的太太 就是現在穿紫色衣服的這個人 就是在這裡 對 這個太太在這邊指揮大家 看著大家撤櫃 這6顆寶石實在太重要了 對 要看幾元 對不對 你可以看他 眼睛都不敢飄到別的地方 就是仔細的看 大家把它打包 把它幹嘛 但是呢 仔細看左上角 接近拍到左上角的這個人 這邊有兩個人 是 這兩個人呢 你可以看他們眼神 其實是在看 都已經在飄向 這個櫃檯這個地方了 對 換句話說呢 現在警方最懷疑的就是這邊 這兩個 這兩個人呢 很顯然 當時就坐在那邊 都不動 不動聲色 但是呢 眼睛就直接往 側櫃的這個方向來看 一直在觀察 對 一直在觀察 結果呢 後面呢 怎麼樣 他們有個同伙 就穿一個白色的衣服 走到這個 武小姐 就是武姓 這個珠寶張的後面 觀看他 你這6顆寶石 撤櫃之後 擺在哪裡 放在哪一個包包 還是袋子裡面 對不對 那當然你知道 珠寶張嘛 我今天撤櫃 而且這6顆寶石 老實講 也不是特別大顆 我就擺在一個包包裡 隨身攜帶 對不對 好 他就這樣 把它擺在包包裡 隨身攜帶 後面他的那個同伙呢 疑似呢 就已經看到了 我知道你擺在哪個包包裡 確定放在哪裡了 確定放在哪裡了 好 然後呢 當然這個策展人也說 那我當時有找兩個警察 跟著我太太 一起呢 往這個地下室 走下去開車 好 結果呢 事情就在這個時候發生 其實動作非常快 當時呢 這個五姓珠寶商 就是五小姐 他就是把 把這個 他的包包裡面 擺滿這個 2億元寶石 6顆寶石的包包呢 擺在 他的後車廂裡面 可是呢 當時呢 他是在 後面還有東西要拿 他就把車子一擺 就是關門 回頭搬東西 再回頭的時候 包包不見了 才幾秒鐘耶 對 時間很快 大概30秒 一分鐘不到 就不見了 所以呢 很明顯 他已經被看上了 那大家就很好奇 那你不是有兩個警察 在借戶嗎 對啊 聽說有警察借戶 我跟你講 這六個人呢 這應該是外籍人士 他們就假裝問路 很奇怪 就這麼剛剛好 就在這個 五星珠寶商 把東西 把他的包包 擺到車上的時候呢 他們剛好就在跟 警察問路 借戶的警察去問路 我跟你講 這麼剛好 對 這麼剛好 都說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我們要問路 好 就這麼一問路 警察一分散注意力 結果呢 珠寶就這麼被拿走 就不翼而非了 就不翼而非 當然警方非常重視 尤其是霞區的信義分局 有沒有 趕快掉件事一看 就發現說 好 這六名外籍人 總共有六男兩女 其實是八個人 這八個人呢 其實在當時 這個整個狀況 都非常的可疑 所以懷疑是什麼呢 懷疑他們其實是 國際珠寶盜竊集團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為什麼呢 早就盯上了你 這個地方 對不對 就在等待下手的時機 你知道這種 很像電影情節 他們其實呢 就一路的觀察你 一路的觀察 看你平常是怎麼收的 怎麼樣弄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在最小的傷亡的情況之下 或是說 在最快的動作之下呢 快很準 把你的東西拿走 很有可能 已經觀察好幾天了 從第一天開始觀察 而且最誇張的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它偷的是鑽石 對不對 還有翡翠這些寶石 其實呢 鑽石這種東西呢 你如果夾帶它出國 對 這麼囂張 你根本看不到 這不是問題 重點是 鑽石X光照不到 照不到 對 那你擺你身上 帶走 就照不到 而且呢 其實這種 國際的這個集團 它顯然已經有找到 囂張的管道 現在警方最擔心的 就是什麼呢 類似這樣的一個寶石 尤其是這種 貴重的寶石呢 在台灣 反而比較難賣 對不對 因為你會被盯上 對 但是最怕的就是說呢 它要嘛就是已經帶走了 已經帶走了 那要嘛就是 把它切割成小塊的 變成碎斷或怎麼樣 一路夾帶出去 一樣有它的價值 對 那所以說呢 這個東西會讓大家 聯想到什麼呢 會不會是 國際知名的 粉紅報 對不對 為什麼粉紅報 是一個很厲害的組織 是不是他們組織的成員呢 來台灣偷取這些東西 對 那不知道 來看粉紅報 這個呢 其實是當時 法國警方 逮捕粉紅報的 一些成員的一個照片 當時逮捕三個人 你可以看到 這三個人 首腦叫波帕里奇 看起來 很像是007 裡面會出現的人 對 然後呢 同伙叫瑪利歐 長得也很像 007 會出現 有點像那種 特勤人員的那種感覺 粉紅報呢 其實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 他們只是其中的三個人 三個 當時法國警方要 他們抓到他們的時候 完全是重兵介護 你知道嗎 就是呢 怎麼樣 就是完全是最高規格 在對待他們 這群人來自哪裡呢 來自前南斯拉夫 巴爾幹半島 對 那他們呢 做了很多的案子 等一下我會一一列舉 他們犯下 幾乎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犯案 就超過兩三百幾 而且全球各地 都有粉紅報的足跡 有沒有 全球都有 對全球來看 1984年 他們就開始犯案了 你知道嗎 1984年在坎城 坎城 其實衛蘭海岸這一帶 為什麼法國警方特別重視 因為粉紅報 特別喜歡找 衛蘭海岸下手 你知道嗎 因為衛蘭海岸一排過去 一直到摩納哥 這一排都是有錢人 最喜歡去度假的地方 所以說 他們最喜歡找 這個地方下手 在東京 2004年 他們A走了 3100萬美元的項鍊 你知道嗎 對 那個項鍊呢 高達125克 然後上面呢 哇 這個鑽石 非常的亮晶晶 有沒有 好 但是他們坐岸的時候呢 就拿著防狼噴霧器 然後就進來 噴噴噴 然後就帶走 對不對 很快 坐岸速度呢 不到一分鐘 很迅速的帶走 但是呢 就在大家可能被防狼噴霧器噴到 還沒有辦法說 緩過神來的時候 有沒有 你知道他們怎麼逃走嗎 他們騎腳踏車 從容的離開 騎腳踏車離開啊 騎腳踏車 從容的從現場離開 你就知道他們多麼 意高人膽大 你知道嗎 好 但是每次都騎腳踏車嗎 也不是 你知道嗎 他們會因時制宜 因地制宜 好 來看2005年 在杜拜這個案子呢 就很厲害 800萬英鎊的手錶跟珠寶 可是呢 在這個案子當中 他們用了一個比較暴力的手段 很像好萊塢的電影 他們直接開了兩輛奧迪 你知道奧迪的車 車可很硬有沒有 直接往珠寶店一衝 一衝就直接把那個門整個 啪這樣撞爛之後呢 咻咻咻 把東西拿了之後揚長而去 你知道嗎 就直接破壞現場 也是速度非常快 那奧迪呢 顯然是比他的玻璃還要硬 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 速度也是很快 不到三分鐘就帶走了 甚至呢 他們還曾經犯下過什麼案子呢 每個人 明明都是男生 他們都是男斯拉夫人 男生化妝成女生 化妝 對 化妝成女生 感覺每個都有翼絨術 用這種東西 來去假裝我是貴婦 去偷這些東西 還真的讓他偷走了 所以說 粉紅豹這個集團因地制宜 而且他們整個心思非常的縝密 那每次得手的時候呢 速度都相當的迅速 那根據法國警方呢 他們是這樣講 他們說粉紅豹在作案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是希望很快速的 把東西給偷走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傷害了人 或是我甚至有出了人命的話 我隨時會被盯上嘛 對不對 那我偷 頂多就是偷 就切到而已 就是切到而已嘛 但是我如果傷人的話 那罪行不一樣 你現在看到的呢 就是當時 這個一些這個畫面 你看到 他們搶這些銀樓 或搶一些這個 這個著名的這個珠寶商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要嘛就是拿狼頭 拿什麼 很迅速的去破壞他的那個玻璃 然後直接一拿就走 是 再來就是像那種防狼噴霧劑 或是什麼樣 就 現在辣椒水之類的 對 然後2008年的時候呢 這個更厲害 很像拍電影 在法國的滲透貝 這個城市也是很多名流貴富人愛去的 闖進珠寶店呢 旁邊就是盒 直接咻的一聲 跳上快艇就走了 你知道嗎 對 這非常的厲害 2013年的時候在 又是坎城 在加爾頓酒店 一億三千六百萬美元的 鑽石跟珠寶 也是一下子就沒有了 他們其實會動用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來落跑 那粉紅報呢 這個集團有多少人 目前大家還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甚至BBC還特別因為粉紅報 去拍了一個跟他有關係的一個紀錄片 去探討粉紅報到底是什麼集團 他們到底是什麼集團 他們在歐洲人的心目中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在全世界國際形勢的心目中 他們是壞蛋 你知道嗎 隨時都會偷東西 看起來很厲害 走法乾淨俐落 可是在巴爾幹半島 在南斯拉夫的人民心中呢 他們是英雄 非常厲害 為什麼 偷了這麼多東西 你知道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拿回去賣掉之後 拿這些錢呢 去買房地產 去蓋飯店 去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 因為你知道 南斯拉夫以前是共產國家 那後來又經過一些戰火 國家有分裂嘛 現在才有聯邦 波士尼亞這些國家都在那邊 他們不是塞爾維亞人 就是波士尼亞人 他們就是黑山 就是這些地方的人 出來都很窮 他們就希望能夠用這個方式 來救濟當地的人 尤其他的首腦 這個首腦呢 他曾經說他為什麼要創立這個粉紅報 因為他說我們是紳士 大家有沒有看過亞森羅平 對不對 亞森羅平就是怪盜 他們就是一群亞森羅平這樣的概念 嚇到就對了 就是我們拿的這些錢 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我們是為了我們的同胞 所以說呢 這個同胞都覺得說 你們很厲害 粉紅報非常厲害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叫做粉紅報呢 其實呢 這也是來自於一些影集的概稱 對 那其實他們的手法 甚至呢 真的有借鑒好萊塢電影 你知道嗎 比方說 他們曾經用過什麼 曾經用過一罐 就把那個 比如說鑽石我偷走了對不對 是 我把它全部化整為零 因為鑽石反正X1拍不到對不對 我把它塞在一罐又一罐的面霜裡面 對不對 我把它丟在面霜裡面 再把面霜蓋緊 然後就當作我是觀光客 我就 抖一拖就走了 抖一拖就走了對不對 所以呢很難去抓到 而且呢他們的囂張管道遍布全球 他們最厲害的就是說 怎麼樣 比如說如果這個太大顆 很明顯 很容易被認出來 我就直接在當地把它切割了 切割了 對那直接變成這樣的 化整為零的把它帶走 所以說幾乎喔 如果這一次 這個台北的珠寶展是粉紅豹集團的成員 所作所為的話呢 那麼很 搞不好 很有可能 現在呢 這一批珠寶已經不見了 不見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人搞不好已經出去 對 在中國喔 其實這十幾二十年來喔 有很多的地方喔 都被發現有這所謂的玄關喔 那在最近在中國的紹興又發現一個 應該可能有四百年歷史的玄關 那這古墓到底是真是假 是 那在中國大陸紹興這個地方呢 它有一處古厝在進行拆遷 那施工人員在拆遷到這個殘存的建築物 毛家台門的時候 賀蘭發現一個不尋常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你可以注意到這邊有一些花花草草 而且上面一個長方形的盒子 在門台上面一個長方形的盒子 順發你看看你覺得這像什麼東西啊 不是一個大門嗎 不是 對 就是因為不是大門這才糟糕 因為這外型根本就像一個棺材的形狀 所以施工人員呢 當場嚇得就停工了 問題是他問了當地的村民 村民就是說 則習以為常 為什麼因為當地的老一輩的人有說 這邊相傳有一個懂姓人家 那有一個七歲的小女兒夭折 那因為不冷心這個小女兒遠離自己家門 所以乾脆把它封脹在這個門上就對了 所以他們懷疑這個就是以前的棺材裡面是一個古墓 那當然既然是個古墓又是好像感覺上年代已經有點古老了 所以他們馬上就請專家來鑑定 那專家呢 來初步鑑定它上面有一些花雕 那些建築的樣式還有內容應該是四百多年前明末清諸時候 沒錯 可是他們拆了幾塊磚頭就發現真相大白 因為裡面根本不是棺木 所以有人就說 這應該是當時富貴人家的一些特殊設計 或也有人從風水之說來看 因為上面做成類似像棺材的形狀 升棺發財 有這樣的意思存在 沒錯 不過在中國歷代這種類似這種玄棺 把棺材放在高處來玄杖的情形 其實並不少見 因為在中國早期春秋戰國時代 就有所謂的玄棺的出現 這種玄棺杖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 是特有的風俗習慣 他們都習慣這樣長 那他們有不同的樣式 像這種是木鑿式 也就是他木莊 那就是利用木莊把棺材架上去 那另外一種則是用洞穴 譬如說有利用天然的 用人工開鑿的 有這些方式來進行這種玄棺杖 而共同的特色都是 他們都是仗在非常高的懸崖之上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子仗呢 大家莫中一世眾說紛紜 不過也因此出現了一個傳說 這一個傳說跟我們熟悉的人物有關 那就是三國時代最有名的軍師 諸葛亮 對沒有錯 好那我們來看看 諸葛亮的傳說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諸葛亮他其實為了怕自己的一生所學 失去傳人 所以早就把他寫成一本兵書 準備著隨時找到一個適合的人選 就把這樣的一個所學 畢生所學交給他 但是他因為一來忙於軍事 二來忙於建國 所以一直都沒有找到適當的傳人 所以他就擺在身上 那眼看著這樣的一個情形 越來越嚴重 而且自己的身體又越來越不好 他就想說乾脆我找個好地方來藏好了 於是他有一天就坐著船 從長江三峽這樣過去 然後進入四川屬地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地方懸崖蠻高的 我不如就把它放上去好了 所以他就把這本兵書放在懸崖之上 還特別為了保護這本兵書 還放了一把那個什麼寶劍 那也就是用寶劍來保護兵書 那希望說等待有得則取之 那後來呢 這本兵書就真的藏在上面 但是沒有人知道在哪裡 後來有一個姓吳的小小之輩 無意中聽得此事 聽到這個消息 他想去偷了嗎 對 他就動起歪腦筋 但是呢 他有聽到說在懸崖之上 所以他就找了兩個 會飛沿走壁的江陽大道 對 那他呢 就一行人乘坐著船 從長江那邊過去 結果過去之後呢 他那個姓吳的往抬頭 一看上面感覺上金光閃閃 研判這個地方應該就是冰書 所在地 所以他就找這兩個江陽大道 直接上去 結果呢 這兩個江陽大道施展輕功 在飛沿走壁上去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飛沙走石 狂風大作 結果兩個人一不流行 掉下來本身碎骨 結果呢 這麼離奇啊 結果呢 這個姓吳的往抬頭一看 風沙散去之後 那個金光閃閃出現了八個字 有才則取無才則死 你看 所以意思就是警告這個姓吳的 這兩個之所以會死 都是因為動了歪腦筋 所以他就決定說 好啦不要再動這個歪腦筋好了 那有人呢 後來近年來有 有學者專家特地去看了之後 他發現 這裡的兵書寶劍 其實呢 是有意義的 那這個意義是在於說 你可以看到喔 它這個寶劍其實是石灰岩 有沒有 很像一個垂直發育的行星 對 而這個劍柄呢 就是那個很像霞狀物 它就是所謂的兵書 所以這裡的兵書寶劍其實是 因應當地的地形 一個局勢而來是 穿著護衛而成 並不是真的有這個傳說 不過呢 講到這個傳說 我們還要特別提到 這個玄關不僅有傳說 甚至還有詛咒喔 有詛咒 對 那詛咒是怎麼來呢 1930年代 曾經有個 那個 就是官員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個玄關 他覺得很有考古價值嘛 那我就來找兩個人 把它挖下來 來研究研究好了 所以他就找兩個僑夫 把這個玄關把它 用下來 敲下來 敲下來之後呢 其中一句就放到當地的學校 來去做研究之用 說也奇怪喔 搬下來之後 這兩個僑夫就突然發生意外身亡 然後這個官員呢 也不知道為什麼 衰事連連 然後被人家降級之後 後來暴斃身亡 所以後來呢 就有人在傳說 莫非這個玄關 其實是帶有詛咒的 然後後來有個繼任的官員 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這個玄關 他可能略懂風水之說 所以他特地跟這個校長講說 我們古人說入土為安 你這個棺材擺這邊 存心不讓家為安嘛 不如把它放回去好了 所以後來就把它放回去 說也奇怪喔 放回去之後 天下太平 大家都沒事了 對 就沒有再有意外發生了 所以這也讓人家 對玄關存有一種 很莫名其妙的一種 懼怕的心情 不過呢 我們要講說 這麼高的那個懸崖 對 我有疑問 這個玄關怎麼放到 冰書怎麼放上去的啊 對 這也是大家共同的疑問 對 那有中國的學者呢 他就利用了槓桿跟滑輪 成功的把一具一百二十斤的棺材 就這樣子抬抬抬抬抬到上面 真的把它放進去喔 聲稱說重現古人 兩千多年前的技術 可是呢 我們要講 兩千多年前的古人 你說他就懂得槓桿眼裡 這麼厲害嗎 還有這些機具 那我覺得也太厲害了 不太可能 因此呢 大家都不采信這種 但也有人有不同的說法 他說呢 其實是古代這個地方 長淹水有雨季來臨 等到洪水氾濫起來的時候呢 他們會用船再次棺材到那個 岩洞旁邊把它放進去 然後呢 等到水退之後 你就感覺它好像悬在峭壁上 可是這也有問題 因為後來根據專家推測 它這個玄關呢 它其實大條尺寸都做得很好 也就是說在真的把棺材放進去之前 有許多的前置作業 不是這樣子一次兩次洪水 就能夠做完的 那因此這不可能是 只是單純洪水上去 那也有人說 那為了要做好萬塵的準備 他們其實是有做木栈道 也就是在山壁上開著一個木栈道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上去 對 慢慢上去 抬好了之後 撤的時候就順便把它撤走 可是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應該在山壁上會有一些 複雜的痕跡 後來也沒看到 所以它到底是怎麼上去 目前仍然沒有定論 不過呢 也有人說 因為是位在懸崖峭壁上 它應該是古代修道人修真之用 原來是因為這些修道人 從地仙要變成天仙要經過一個 非常重要的過程 叫做脫胎換骨 那也就是說 當它變成天仙飛生的時候 遺留下來骨頭要擺在哪裡呢 就擺在這個洞穴裡面 可是呢 這也有問題 因為佛教道教的修真之說 要到東漢的時候才有 那春秋戰國就已經有這些棺木了 那是不是早期就已經有類似這樣的概念 因此還是有待於學者專家 來做進一步的考證 才能夠真相大白 以往我們在一些漫畫 或是在電影裡頭 就看到一些男孩子 男生 只要看到一些比較仰眼的畫面的時候 臉紅心跳 甚至還會有這種直接流鼻血 這種比較有趣的畫面 國安哥真的會這樣嗎 我從小到大對這個問題 其實也充滿了疑問 你有流過鼻血嗎 我自己本人沒有流過有沒有 除非撞到鼻子有沒有 但是日本人 我真的覺得日本的節目很厲害 為什麼 他們都很有實驗的精神 我們在漫畫裡的情節 到底是不是真的對不對 從小看一堆漫畫 都是長這樣對不對 一一來實驗 結果日本真的有節目 第一個 他先找來了這個好看美女 是不是真的會噴鼻血對不對 是不是會流血過多 他就真的找來一個什麼 宅男 然後找來一個AV女優 AV女優對不對 然後身材又很好 你現在看到畫面就是 這個AV女優 這宅男本來寫字有沒有 感覺起來像是在圖書館 他本來沒有注意到 前面已經做了一個AV女優對不對 然後很專心 很專心 然後這個時候 慢慢就要開始了 究竟會不會噴鼻血呢 你看這個AV女優 他到底做了什麼動作 好不好 慢慢的就把扣子解開了 那你知道這個時候 如果是你坐在對面的話 你可能也一定會看 對不對 會會會 只是一看這個宅男 這宅男一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他本來還沒有很注意 你都已經看到AV女優 已經清潔羅山了有沒有 對 這一幕想必坐在正面 相當的仰眼 但是他看起來完全沒有注意到 對面做了誰 有沒有 好 這個時候你看 好像注意到了 抬起頭來 然後呢 拿起手機 對不對 還是沒注意 奇怪 對不對 我要是那個AV女優 我就覺得 那你這位宅男到底在幹嘛 好 這個時候才看到 眼睛直接看到的時候 你仔細看 他的眼神 完全呈現一種呆滯的狀態 有沒有 有沒有 笑很驚訝 眼睛一亮 然後笑出來 可是重點來了 沒有噴鼻血 重點來了 他沒有噴鼻血 所以呢 會不會噴鼻血 順發我跟你講 根本不可能 絕對不會 對不對 你會腦充血 但是你不會噴鼻血 好不好 然後再來 我們看過很多日本的漫畫 或是看電影 對不對 比如說脫桃的時候 手刀從你後腦槍一砍下去 昏倒 你就昏倒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日本人也很有實驗精神 做了影片 來看看 他找了一個空手道大師 有沒有 斷水流大師兄 這種等級的 直接往後面這樣一打 到底會不會呢 我告訴你 這個一打下去咧 結果打了 打了一下 沒事 再打第二下 還是沒事 你知道嗎 所以呢 究竟會不會昏倒 絕對不可能 你看 這個影片上面 有沒有 現場示範給你看 空手道這麼一打下去 而且兩個都是練夾子 我這樣打 我告訴你我要打喔 吼 垂他一拳 也沒有倒啊 沒有倒 對不對 所以007眼的也是騙人的 有沒有 葉問說一個打十個 可能那個都是戲劇效果 他只會捂著肚子跟你講說 好痛喔 師父我好痛 對 但是呢 他不會真的昏倒 有沒有 你看這種空手道一打下去 力道都特別大有沒有 本來都可以開杯烈食 你看他也沒事 感覺好像在按摩 師父你再用力一點 對不對 所以不可能打暈人 對不對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漫畫 對不對 跑步跑到一半 假設旁邊有個美女 日本漫畫都這樣 跑過去的時候 美女的裙子就 呼呼這樣掀起來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又是噴鼻血的劇情 對不對 那究竟有沒有可能呢 日本的節目又告訴你 我們來實驗 對 就真的喔 他說沒錯 根據科學實驗 我們這樣跑過去 是有風術沒有錯 對 真的會有風壓 你看這個跑步的選手 經過只是裙腳仰起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 有沒有 看起來呢沒有那麼誇張有沒有 哪有說我今天這樣跑過去的時候 你裙子就整個飛起來 讓我看到你的內在美呢 這是不可能的 好然後接下來咧 怎麼樣 跑步不算 那我們這樣好了 我們開車可以吧 對不對 開車開始跑 開車這樣過去 你看 包括連跑步的人這樣過去 他只是裙子這樣仰起來一點 再來騎摩托車行不行 對 騎摩托車現在開始喔 你看 騎摩托車總可以了吧 對不對 我們增加我們的速度 結果一過去 到底有沒有掀起來 有 也是一點點 對不對 好最後他們拿出殺手劍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乾脆找來一部 跑車 總可以吧 對不對 紅色跑車 從後面這樣衝過來 究竟會不會那個呢 對不對 這個時候時速110 從旁邊呼嘯而過 真的有稍微飄起來 要飄起來 對不對 證明 除非你今天跑到110公里 這麼快 不然的話呢 裙子要掀起來 的機會是零 對 根本不可能 好那再來童話故事 告訴你說 我們有時候釣魚釣一釣 對不對 不是會釣到大白沙 可能會釣到靴子 有沒有 那每次有的時候 比如說那個漫畫裡面 釣到靴子出來 大家都覺得好難過 對這種感覺 有沒有可能釣到靴子 實力的實驗給你看 對不對 結果呢真的去釣魚 但這個實驗我個人覺得 是蠻無聊的 為什麼呢 釣魚到底會不會釣到 這樣一路拉一路拉 拉起來了 都是別的東西 丟在池子裡的靴子 它就是釣不起來 對 為什麼 因為不會勾到 對 中國雲南最近發現了一株野菇 它有高83公分 非常非常的大 不過大家都好奇 它到底能不能吃 廣告之後告訴您 環宇搜奇無奇不有 中國雲南有一名男子 近日發現一株巨型野生蘑菇 這株蘑菇高度到達83公分 單朵蘑菇的直徑大約40公分 被當地村民稱為大象角 而照片曝光以後 中國網友很關心 到底能不能吃 當地民眾說 野生蘑菇王已經成為村民 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 更希望可以申請金氏世界紀錄 不少民眾聞風而至 更有旅行社趁機推出賞菇行程 讓遊客一睹蘑菇王的風采 一日最多有三萬人擁入 但眾多遊客擁入 卻讓原本寧靜的村莊 亂成一團 輕則觸摸菇王 更多的是向菇王投避起伏 讓菇王周圍如許願池一樣 散落許多鈔票零錢 但近日因為蘑菇王已經開始萎縮 最後被當地林業局 採收製成標本 而原本散落菇王身旁的香油錢 卻都離奇不翼而非 讓菇王短暫而風光的一生 留下了些許的懸念 挑戰新聞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請大家看下去 請大家看下去 請大家看下去